佛说 人间佛教 的年轻人啊 嘿呀 一点点苦啊 就不能忍受啊 然后网络上呢 奉传的那些 可能说 刚刚去 就是出来社会工作的啊 跟老板 就是请假也好啊 辞职也好啊 就是一封 简单的信息过去 然后人就不见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吧 当然可能也是觉得说 哦 怎么那么辛苦 然后后悔了 等等 但是他有太多原因了 对吧 当然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幸运大师怎么去解读 善才童子的这个吃苦耐劳啊 善才童子呢 在第五餐中 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啊 才终于找到了解脱 长者的自在城 第六餐里呢 善才 足足站立了半年 不眠不休的思维 观察三昧法门 而第九餐里的 圣热婆罗门 为了考验善才童子 是不是真的发起了菩提心 还要求他登刀山 投火炬 甚至呢 在第二十五餐里啊 善才跟银女餐学 还遭到周围的人的招讽啊 面对种种的艰难刻苦 他都没有让善才童子呢 打退堂股 而这不是被逆境打倒的最大原因 不外乎就是忍的力量 忍啊 不是一味的忍受 更深层的说呢 是一种担当 认识 道德 智慧的意思 佛教将忍分成生忍 法忍 无生法忍 生忍啊 是忍受生活中 各种是非荣辱 法忍呢 是以佛法的力量 转化生活中的忧悲苦恼 那无生法忍则是随缘自在 而能觉悟到一切法的不生不灭 通过这三种忍 可以扩大自己的身心 对于世间种种人情冷暖 酸甜苦辣就不那么计较了 对于所修所学 也就更能契入了 苦是修道的增上缘 用来锻炼我们的心智 苦是人格促炼场 成就我们无惧的勇气 苦是能源的补给站 吃苦就是在吃补 苦呢 是营养的加油站 常养我们坚毅的悼念 所谓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缘 学习上呢 能够不怕吃苦 能转苦为乐 转烦恼为发喜 越错越勇的人 必定是能够成功的 经常有人问我啊 一生有过什么苦难 回忆起自己一生啊 都在苦难岁月里成长 从小呢 出生在战乱里 生命随时受到威胁 23岁随着僧侣救护队来台 没有寺院愿意收留 只得四处漂泊 慢慢的想为佛教贡献一点心力 却也处处遭逢困境 但我却不觉得有困难 反而感谢这许多生活的贫穷 幽幻的岁月 孕育了我刻苦耐劳的性格 养成我对生死无惧的勇气 所以说啊 以忍为力 让我在艰难中不觉得痛苦 以苦为力 让我在贫穷时不感到匮乏 这种不畏磨难 无惧障碍的精神 成就我生存的力量 不仅仅是在面对外在 所遭遇的冤屈侮辱 无理打骂时 能甘之如頤 当面对心烦意乱的自己 那些无名愚痴 颠倒鞋界生起时 同样能进得起重重考验 也是因为有吃苦耐劳的力量 来管理自己啊 所以这篇吃苦耐劳 真的我觉得 对于我们在成就事业啊 或者是在生活上面对挑战的时候 也是一个提醒来的 那当然呢 每个人吃苦的状态都不一样 因为生活条件不一样 出生的环境不一样 工作的环境不一样 他的人缘不一样 福报不一样 等等等等的 好像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了 就是如果说最近大热天嘛 有时候就是看到建筑工地啊 很多的工人啊 都是外劳嘛 然后呢 就是顶着那个大太阳 就是为我们建屋子 然后铺路 所以每次看到的时候 我心中都会默念 谢谢你们的付出 当然有时候我就是在细想一点 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他们愿意这样子飘洋过海 然后放弃自己的家人 然后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然后还要做那么辛苦的工作的时候 我不禁的觉得说 哎呀真的就是我们身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时候 我们本身现在所拥有的 不用就是离乡背井 然后不用和家人最亲爱的人 就是隔一个就是很远的距离等等 就可以相见我们真的是幸福的 所以他们不吃苦吗 他们非常的苦 他们也不容易 可是呢 他们一定会有一个信念支撑着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 对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啊 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大前提 要一个目标 我为什么而做 跟我上一期所提到的不忘初心 它是可以有连接有串联的 就要比如说如果问我 当主持人应该就是啊 非常好的待遇啊 非常怎样啊 当然可能是主持人的身份 所以我觉得说 我遇到的人员都其实都会善待的 可是呢 在我真正离开了电台的那个主持工作的时候啊 恢复自由身的时候 别人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 他其实也不一定要善待我 当然我的呃 就是我自己的体悟在那些年 我就会觉得说 嗯 不是因为你有一个身份而让别人要尊重你 而是因为我是我 然后别人会尊重我 当然我也要学会去尊重别人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社交礼仪嘛 那如果说回到哎 做主持人辛苦吗 其实老实说啊 那时候一整天的那个时间 可能就是在编排节目的内容啊 构思啊 要怎么去呃 说呃 介绍那个节目内容的话 只为了呈现可能是两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小时的节目而已 当时会觉得苦吗 其实讲真的是不觉得辛苦的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 我在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而且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是可以立即也可以立他的 所以当我们做一件事情 或者是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 想要放弃的时候 不要随随便便就说 好苦好苦哦 真的 因为辛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人比人气死人 所以呢 他是没有办法比较 啊 怎么样才叫苦 被骂辛苦吗 顶着大太阳辛苦吗 还是说三餐不温饱 呃 就比较辛苦吗 买不起名牌辛苦吗 等等等等的 其实我觉得不要去把它想成是苦的话 那基本上呢 一切的事情就好办了 OK吗 所以呢 当你不会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学呗 学了之后 其实他可能不一定立刻派上用场 但是有朝一日 你懂了这个技能的话 他一定有机会让你派上用场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我觉得说凡事啊都不苦 凡事呢 都在我们的转念之间 让我们一起学习 将佛法生活化 生活符法化 也欢迎你分享我们佛悠Podcast呢 给身边的人 祝愿我们都发喜充满 福慧增长 佛说 人间佛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